张华县工业会新居乔迁 十日上午在张华市民族路219号一楼新址 举行新办公事乔迁落成典礼 张华县长为民谷前往祝贺 其免工业会更积极扮演县府与工业界的沟通桥梁的角色 让各方的建议意见都能畅通 让县府更能了解业界的运作现况与新生及需求 作为决策施政参考 与工业产业团体再创产业荣景 从这一栋大楼的楼上迁到一楼 这样的话我们更能够贴近民意 更能够贴近这个会员 让我们会员直接能够到一楼 就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家 跟我们所有的工业会的理监事 或者是我们工商投资测进会 我们所有的同仁 来做工业这一方面大家互相切磋 来促进我们张华县工业的发展 我们的年纪来做工业会应该做的工作 给大家张华县工业会成立于64年4月2日 秉持着协调工业关系 增进共同利益并谋划工业的改良推广 使企业能永续经营 反映工业界经营新生 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为终止 工业频道徐世昌张华采访报道